好 看完了生死端语之后 咱们来看看课文部分 首先看一下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说 Predicting the future is notoriously difficult 众所周知 预测未来是非常困难的 这句话中出现了一个简单 但是却非常常见而重要的搭配 众所周知 做某事是非常怎么怎么不好的 直接用可以动名词做主义了 做这个事是notoriously在修饰一个形容词就好了 咱们类似造几个句子使用使用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个例子 众所周知 缓解人口过剩问题非常困难 缓解问题解除痛苦 就用刚刚讲过的relieve这个词好了 用relieving动名词当主语 是众所周知的困难就行了 notoriously difficult 咱们用一用试试看 relieving the problem of overpopulation 人口过剩 is notoriously difficult 翻译成中文呢 一旦翻译成众所周知 缓解人口过剩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就好了 再造一个句子 众所周知 改掉一个根深蒂固的坏习惯 非常困难 这改掉呢 就我们放弃掉就行了 give up 根深蒂固的 这个在五十克新年的学期怎么讲过 叫deep seated 对吧 那么非常困难 咱们就用difficult就好了 我们也是众所周知的困难就好了 试试看 giving up a deep seated bad habit is notoriously difficult 我们拥有力量 把它搭配给来就好了 再造一个句子 再试试看 众所周知 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非常非常严重 我们就是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就好了吗 我们试试看 交通拥堵 the traffic congestion in Beijing is notoriously serious 就好了 众所周知的严重就好了 那么交通拥堵 咱们用的不可说明词 traffic congestion 当然也能用traffic jams 但那个词用复数就好了 那么第一句话就说预测未来非常非常困难 如果人们能预测未来的话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世界首富 我马上去炒股票 去做期货 用杠杆 几年之内就能超过巴菲特 可见预测困难 预测未来相当的困难 那么第二句话说了 比如说吧 他举例子了 who could have imagined in the mid 1970s for example that by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computers would be as common in people's homes as TV sets 这句话比较长一些 咱们先看个语法程度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正体字没有下号线的部分 依然可以看作剧的主干结构 它其实就是一个特殊语问剧 它的主干结构是who could have imagined 有谁能够想象得到呢 这could have加过去分词 这是用这个虚拟一区形式 这个形式咱们一会会讲 然后后面in the mid 1970s for example 这个两个东西画横线的部分 可以看到插入语了 就顺便说一下 比方说在上世纪的70年代的时候 然后imagine后面跟着that引导的宾语从句 从that开始一直到句末 明显是做imagine的这个宾语 就把中间插入语口都去掉 然后想象什么呢 that by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就是截止到20世纪末的时候 就1990年的时候 这个画横线的黄言词的字 是在宾语从句中的一个时间状语 想象什么呢 computers电脑 would be would be在这是过去将来时来 就在当年预测未来的情况 过去的将来 过去将来时 would be as common in people's homes as TV says 电脑能够像电视机一样 在人们家里面 这样的常见呢 飞入寻常百姓家呢 这是预法中文分析 其实就是特殊语言语里面 穿插了一个这个编语从句 就好了 但首先我们看看这个 could have could have加过去分词 一般是与过去事实相反的一个 这个虚拟区 表示过去当年没有人能预测得到 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我们看到could have than这搭配 不一定非得放到if从句里的虚拟区里面 它没有if从句 自己单独使用也是可以的 咱们先看看英文解释 could have than means used to say that something was a possibility in the past but did not actually happen 这个英文解释特别清晰 这个搭配备用来干嘛呢 备用来说某个事情呢 在过去有可能会发生 是一个可能性 会发生可能会发生 但是呢并没有真的发生 就是过去当年没有人能预测到 这个电脑能像电视机那么的这个普及 是这个意思 我们同样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看 它不一定非得跟if从句 放在一块 比如说I could have been killed 我当时有可能被杀死了 但是没有死与事实相反 但是当时确实那个车祸太危险了 很有可能死掉 但其实没死 要死的话就没法说这句话了 这就是过去事实相反的一个虚拟 比如说 He could have escaped but he chose to stand and fight 这很不幸 这个人确实死了 他本来呢可以逃的 可以逃走的 但是呢他却选择了就站在那里勇敢的去跟他作战 跟跟对方跟歹徒在搏斗 但是呢没有能成功 死了 可他当时可以逃走的 但事实上没有发生 就是他没有逃走 而是选择了跟歹徒在搏斗 这个truth一般过程是 应该是truth在过去的事情 这个使用could have 就是有可能发生 但却没有发生 只是过去的事 这是过去事实相反 他未必 非得后面跟eep送去 一会儿配合使用 单独使用也可以 好 再回头去中 说明当年没有人能够 有谁能够想象得到呢 后面in the mid 1970s 就上世纪 是这个20世纪70年代的中叶 这个mid表示在什么什么的中间 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字头 在什么什么的中间 你比如说 from mid July to mid August 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 这个mid本身可以表示 在什么什么的中间 在中部 它可以单独当一个使用词来使用 中间的中部的 也可以做复合词 中间加一个小连字符 这个连字符加不加都可以 不加连字符也行 加上也可以 比如说mid morning coffee 表示上午咖啡 但是上午的中间的时候 比如10点10点半的时候 喝一杯咖啡补充体力 就上午的正中间的时候 这可以用hyphen连字符连接 是这么一个 再看几个例子 mid autumn festival 咱们先说过 这叫中秋节 秋天的正中间 中秋节 还有呢 比如说 a young woman in her mid 20s 一个年轻的女子 在什么呢 20岁的中间左右 就25 6岁左右 一个妙龄女子 可以这么说 mid在正中间 再比如说 我们没有连字符的话 直接构成复合色列形 mid summer 就中夏 夏天的正中间 这是单列人 加个中间 那个种 就中夏 mid winter 就是在冬天的 正中间的时候 就大概是到了 正式寒冬 三九世界 那就mid winter 什么什么的正中间 可以用它 那么我们再看 mid summer eve 这是我们在252页 第12行出现过的 56颗里面会出现的 这么一个搭配 就是在 中夏夜 这个mid summer 在这当中用名词写 M大写了 夏天的正中间 in 意味着 是重要日期的 前一天晚上 或者前一天 这是中夏夜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表示在 什么什么的正中间 这个mid的搭配 可以顺便不记住 但是这个都表示 在什么什么的中间 但早期 中期 晚期 都很常见 如果是早期 我们一般用early这个词 比如说 in the early 1970s 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早期 1971年 1972年左右 对吧 再比如说 in the mid 1970s 是上世纪70年的中夜 如果晚期 in the late 1970s 这几个搭配 把它记住 就好了 好 再回头记录 在19世纪中夜的时候 比方说 谁能想象到 是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 电脑能够 would be 老实说了 这是一个 过去将来史 as common in people's homes as TV said 能够像电视机 一样的普及呢 这里面用了一个 could have 这个虚拟系的形式 我试试看同学们 能把这个搭配 把它复述一遍 整个把句子复述一遍 有谁 能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 比方说 能够想象得到 这个电脑 能够在人们的家里面 像电视机一样的 那么常见 那么普及呢 咱们看能不能复述一遍 1 2 一起来 who could have imagined 然后呢 来个常语 in the mid 1970s for example 大家并与同学 that computers would be as common in people's homes as TV sets 好 再来一遍啊 慢慢来 who could have imagined in the mid 1970s for example that computers would be as common in people's homes as TV sets 好记了 咱们类似啊 造一个句子 比方说 有谁能在20世纪 90年代中期 能想象到 仅仅10年之后 手机在中国 和手表一样常见呢 就是199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有大哥大了 但是跟大砖头一样 只有有钱人才能用得到 那个时候 有谁能想到 10年之后 跟手表一样 人人用手机啊 对吧 这个仅仅10年 咱们用以前讲过的书面 叫a mere decade a mere decade 就是10年 10 years 咱们试试看 该怎么说 我们先说 有谁能想到 然后在某个时候 比方说 当潮流语 放到其中 试试看 who could have imagined in the mid 1990s for example 好家评语总句 that after a mere decade 仅仅10年之后 mobile phones would be as common in China as watches 好 精彩记者立刻出来了 咱们得回过一遍 who could have imagined in the mid 1990s for example that after a mere decade mobile phones 当然在英国 一般都是mobile phones 在美国 econcellular 或者cellphone 都行 手机would be 还是过去将来是 as common in China as watches 好了 这是句子写来 快速 而且地道 而且非常有自信 因为我们见过精彩的剧情 就好了 好 咱们接着回到文中 再看下一句 他说 in the 1970s computers were coming enough but only in big business government department and large organizations 这句话语法不难 他说 在1970年代的时候 电脑已经是比较常见了 但是当时只是在大型的公司 政府部门 或者是在一些大型的机构里面才有 在家庭里面是比较罕见的 是指当时的情况 说明当时为什么要预测现在的情况 很难 那么我们看看这里边 有一个only in big business 有的人可能有疑问 说李老师 你说过 这个business 表示公司的时候 不是可数名词吗 为什么这里当不可数来用了呢 前面没有贯词 后面没有负数 咱们先看看这怎么回事 我们确实 business表示公司的时候 一般来说是可数名词 这个我们在第七课 第十四课都讲过 咱们来看一些例子 they don't know how to run a business 他们不知道如何经营一家公司 管理一家公司 run 相当于manage 还有 the company began as a small family business 这家公司现在可能大公司了 开始的时候 只是个小的家族公司 就是家庭的一个小企业 家里一个作坊 这个business 注意前面有 都是可数的 再面说 owners of small businesses will be hit harnessed by these tax changes 那些小公司的那些老板 那些他们的拥有者 那么将会受到 税务改变的 最严重的这么一个冲击 这个税务改变 最倒霉的 就是小企业的业主 那么这里面 小公司 small businesses 也是后面有负数 说明它是可数名词 那是不是本文中 这个big business用错了呢 不是 这是固定一个搭配 咱们的败了 没办法 这个语言习惯 大于语法规则 固定的big business 注意 后面加了一个大写字 EU表示incountable 不可数名词 它表示large and powerful companies in general 就是一个大型的 而且非常非常有实力的这种公司的一个总称 叫大公司 big business 它不表示某一家公司 它这个总称 所以在这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本文中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Thus big business have more control over our everyday lives Than our elected governments 是不是那些大公司 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控制力 都超过了我们老百姓选出来政府呢 就是政府对百姓的生活有影响 但是那个大公司 是不是对我们影响控制更大一些呢 我们每天日常生活都离不开这个大公司的这个生活生产的必需品了 这个注意 Thus 这说明这是不可数名词 用第三者单数 这个单数处理 注意 本文中搭配完全正确 这个通称 好 再回到军容 这个他说政府部门还有那些大型的企业 在当年只是在这些机构里面比较常见 和我们说 This were the so-called mainframe machines 但是这些电脑就是那些所谓的主机或者叫大型机 在当年一个旧的称为了 在里面出现一个特别重要的搭配叫so-called 这个so-called叫所谓的 但是它跟中国类似 这个所谓的它本身有两个含义 本文中是第一个含义 叫 commonly called 就是所谓的 叫通常被称为的 通常被称为的 本文中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那些所谓的主机大型机 就通常被称为主机大型机了 我们也是看一些例子 They found the flight recorder the so-called black box 他们已经发现了航空的记录仪 就是那些所谓的黑匣子 通常被称为叫黑匣子 咱们看在飞机失事的时候 找到黑匣子能记录 究竟失事期间出了什么事呢 这个学名叫flight recorder 但通常被称为叫黑匣子 所谓的本文中是这个意思 但是所谓的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表示名不复实的 我们经常说 你那些所谓的朋友跑哪去了 所谓的朋友表示 其实不是真朋友 九肉朋友 我们看看 第二个意思表示 incorrectly called 就是被错误地称为的 所谓的其实并不真实的 有名无实的 这也叫所谓的 跟中文多类似 中文中这个所谓的 就这两个含义都有可能是 这个第二个意思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he so called friends betrayed him 他那些所谓的朋友背叛了他 所谓的朋友 说明他不是他的真正的朋友 到了关键时刻 结果背叛他了 betray 其无动词 背叛某人 就好了 好 这我们看到 so called 这个两个意思 那再回到本文中 mainframe machines 什么叫mainframe 现在这个词不常见了 是当年一个旧的称谓 当常识知道就行了 mainframe means a large powerful computer that can work very fast and that a lot of people can use at the same time 就是指一个大型的 非常功能强大的一台电脑 然后后面跟了两个定义从事 一个是大的引导 一个另外还是关于desilab的引导 两个定义从事并列 第一个是 它可以工作速度非常快 第二个是 很多人可以同时来使用的 叫主机或者大型机 这个叫mainframe 在当常识知道就好了 当年大型机 家用电脑当时 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 几乎没有 好 咱们接着看下一句 下句话说 mainframe computers were very large indeed often occupying whole air-conditioned rooms employing full-time technicians and run on specially written software 这句话比较复杂 咱们先看个语法成功的分析 这个前面白颜色的 还是句子的主干结构 但是这种大型机主机 的的确却非常之大 这个very加形容词 再加复词 indeed 是固定搭配 叫的确非常的如何 这个一会咱们当重点会讲 然后后面出现一大堆的非味动词 第一个是 经常它要占据整个的 就装了空调的这个房间 就有整间屋子那么大 把屋子装满了 air-conditioned 是修饰的 rooms 装了空调的这个房间 然后Employing full-time technicians 需要雇用那些全职的技术人员 来维护这个主机 这两个都并列了 非味动词 还有 and run on specially written software 并且要用那些专门写的软件 来操纵它 这个run在这是过去分词 前面两个是现在分词 在这是过去分词 if run ran 它的动词原型跟过去分词 都是r-u-in 这个run即无动词 叫操作某个东西 在这被用这种专门写的软件 来操作它 所以这是过去分词 三个并列的非味动词 好 我们看看里面那些细节 首先看第一个 这个indeed的这个副词 咱们要会用 indeed表什么意思呢 indeed是个副词 use with very 经常跟very这个副词一块用 and an adjective or adverb 然后后面跟一个形容词 或一个副词 最后再加个indeed这个词 来强调一个说法 或强调对某人某事物的描述 就very加形容词副词之后 再加个indeed 的的确却非常的如何如何 咱们看一下例子 most of the essays were very good indeed 大多数这个文章 的的确却是特别好的 very good 我们加副词indeed 来讲的的确真的很好 比如说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 哎呀我真的是非常非常 为了感谢您 那个very后面加的副词match 再加indeed 所以大家记住 very加形容词或副词 后面再加indeed 固定搭配 叫的确非常的如何 这是加清语气 叫的确或确实 本文中就是这么用的 的确非常之大 怎么个大法呢 后面一大堆飞不动词来描述它 有多大 often occupying whole air conditioned rooms 经常会占据整间的装了空调的房间 这个occupy是占据了时间和空间 这个意思 air conditioned 来自于装了空调的 它就来自空调air conditioner 这个词 air conditioned形容词 就装了空调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air conditioned 就是来自我们家里的空调 再来一遍 air conditioner air conditioner 中间叫hyphen 把一二去掉回到一地 变成个复合形容词 安装空调的就好了 要占据整间 房间还得装空调 并且还有什么呢 employing full-time technicians 还得雇佣那些全职的技术人员 还有怎么样 还要用专门写的软件来操作它 这个software 里达说过 软件这个词是不可数名词 硬件软件都是不可数的 hardware software不可数名词 这它28克 5磅也太贵 咱们提过 本文中这个run 用过去分词是有道理的 它来自急误动词的 操作某个机器 这个run是多一词 If you run a machine or engine You make it operate 如果你去操作一个机器 或者一个马达发动机 你让它来工作 就是使机器运转 咱们看些例子 I often run the washing machine more than once a day 那么我经常要使用这个洗衣机 一天大概在一次以上 在使用这个洗衣机 就操作洗衣机来使用它 让它运转 这急误动词本文是被用这个软件来操作 是过去分词并列的飞飞动词 就好了 好 看一下句话 Though these large machines still exist Many of their functions have been taken over by small powerful personal computers commonly known as PCs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本分析 前面这个黄颜色的到逗号结束 明显是让步状意从具 而尽管这些大型的机器依然还存在 现在还有 但怎么样 后面白颜色的是句子的主具里的主干结构 它们很多的功能 已经被小型的功能很强的个人电脑 已经被取代了 已经用它来代替了 takeover可以被接管什么什么的工作 然后后面commonly known as PCs 这可以看作后置定语 过去分词短语的后置定语 来修饰前面那个percent computers 现在通常被称为PC 用缩写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个句话中一些小的细节 第一个看看takeover something 为什么用be taken over 它来自takeover something这个短语 叫接管或者代替某种的工作 接管工作 代替工作 原来大型机的工作 现在非常小的个人电脑 已经能承担这个工作这作用了 看一些例子 Military leaders took over the government 那么军队的领袖 现在接管了我们这个政府 就现在可能发生了政变 军人来当政了 对 再比如说 Computers can thus be built to take over almost any job where a series of actions are repeated over and over again 现在是这个电脑 因此能够被建造出来 来接管那些几乎任何一个工作 什么工作呢 就是在这工作里边 一系列的这样的行动或者做法 被一遍又一遍的重复 凡是这种重复性的工作 几乎电脑都能够接管 或者由电脑来代替 就不用人工做这种复杂性的 重复性的工作了 这个takeover叫接管或代替 原来大兴机的复杂的任务 现在已经个人电脑能够代替了 是takeover这意思 那么还有一个就聚末的 commonly known as species 大家看起来很眼熟 这个搭配咱们见过 首先先复习 be known as 就是被称为是 咱们来自know asb 把a称为是b 但我们一般用被动 a be known asb a被称为是b 这个搭配 我们见十四课就见过 咱们看十四课的六十六页第十行 六十六页第十行 he soon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and came to be known to the Italians as Giovanni Accuto 他很快就出名了 比较慢慢的 意大利人都把它称为叫 Giovanni Accuto 就被意大利人称为叫 Giovanni Accuto 被称为是 本分钟顺便记住 我们这个known as 经常跟commonly这个副词连用 就是be commonly known as 就常被称为叫什么 通常被称为叫什么 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这个例句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看这句话 the disease is commonly known as med cow disease 这种病通常被称为叫疯牛病 这是通常被称为是什么 这个答案也不错 可以把它记住 好 这个第一段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里